網球一哥貝德勒跨界研發球鞋 可做的對象不是運動用品建A咖 而是老家瑞士一個只有11年歷史的新創品牌 貝德勒會演讀劇 不但多次在球場穿著瑞士品牌的球鞋 2019年更主動成為昂跑的投資人之一 今年9月昂跑正式在紐約證交所上市 募資7.46億美元 目前市值超過131億美元 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球鞋品牌 一手帶領幾百億球鞋王國的 是拿過三屆世界冠軍 六屆鐵人三項金牌的博恩哈德 職業選手的生涯 讓他對市面上的球鞋 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你在練習過多小時 蠻遠足以 mom punk的旅行 也有一套排鞋 有像有紐約湯 我經常思考 秘密市場 雖然外型看起來很奇特 但穿到腳上的感受 卻讓伯恩哈德很滿意 2010年伯恩哈德找來前經紀人 還有朋友 共同成立了昂跑 並且立刻前往中國大陸 把手上的設計投入生產 第一年的營收就有10萬美元 隨後設計出招牌的雲端科技跑鞋 2013年在慕尼黑戶外 活動用品大展拿下大獎 也讓昂跑打出名號 但要讓零售商願意上架 昂跑也費了一半功夫 我們說為什麼不去玩 然後什麼事 我們知道一至二次我們做的 他們開始問問 他們說我其實喜歡飛機 為什麼飛機這麼輕鬆 所以很容易答應 他們說我們的技術 不然嘗試賣他們的技術 獨特的體驗式行銷 讓昂跑順利進入市場 瑞士的女戰神斯比瑞格 穿著昂跑奪下里約奧運的鐵人 三項銀牌 更大幅推升了品牌的知名度 職業選手的加持 讓昂跑晉升專業配件 目前已經在超過60個國家 展開銷售 我們在競爭 但我們不會攻擊 我們不會攻擊 我們在同樣的開始 我們很小 我們很慢 我們現在不需要 任何數目 我們只要做到最好的產品 我們只要做到最好的產品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